再来看一条社区新闻 台湾年轻的剪纸艺术家 邱宇文自本月5号开始 在华部的456艺术中心 举办名为水姑娘的繁衍计划 纽约之歌剪纸艺术展 本次展览持续至9月19日 对公众免费开放 邱宇文作为台湾当代年轻的艺术家 在剪纸领域有很深的造诣 她的作品在甘薄新艺术基金 获得了秋季的年度奖金 她的艺术作品以流畅的线条 和对纸的再造有极高的艺术素养 本次展览的水姑娘的繁衍计划 纽约之歌 展示的是一件类似于 女生的长裙的艺术作品 整件作品为白色 流水的线条就像是女性柔美的身段 邱宇文表示 剪本身是破坏的动作 但是在破坏之后 进行艺术创新 便给予破坏的事物新的生命 这就成就了艺术 本次展览在华部456艺术中心举行 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9日 对公众免费开放 华业电视记者赵璐纽约报道 中间园